另外高雄的岡山区多家的商店 传出疑似出现了确诊者的足迹 25号下午 福士店的商场店员在网路上贴文 表示收到了卫生局通知 要紧急歇夜两天 那么附近的饮料店也宣布休息一天 让民众很紧张 更质疑疫调是不是出现了疲漏 对此高市的卫生局就表示了 只要染疫风险低 就不会详细公布足迹 我不要疫苗啦 急动下跪喊着要疫苗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餐厅已经快撑不下去 在没有疫苗恐怕没人肯上门消费 受到疫情影响的还不止这一家 大门声索 饮料店福士店统统不营业 甚至在网路上紧急贴出公告 进行清销作业 店家接获卫生局通报 疑似有确诊者上门消费 只是闭门清销的店家 却不在卫生局公布的阻级名单中 民众质疑一刀出现疏漏 人心惶惶 对此卫生局澄清考量接触时间 以及是否佩戴口罩等相关要素评估 如果染疫风险低就不会详细公布 不管是QR Code或者是纸本的记录 那在没有办法确认 每一个到场的顾客都有 进行失联制的状况之下 只要有未尽事宜 只要有不能掌握的一些状况 我们就会进行公布 目前相关足迹场域已经完成清销 疫情尚未缓解 民众出门仍需提高警觉 做好自身防疫 度过这波疫情危机 接听传闻是从高雄操拨到 对 aí 60秒 10-8 13 12 18